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沙士比亚的香港专家 我认了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都没人认第一 因为我认第二 沙士比拉我就认第一 沙士比拉 所以有很多著名的剧本 都是拍摄成电影 大家所熟悉的如 黑丐王子、暴风雨、马克伯等等 都是很出名的沙士比亚经典 有什么令你这么着迷呢? 其实沙士比亚是一个大师 舞台剧的大师 故事的情节 其实你一看就有很多人都是抄抄它 起初的时候 大家未知道沙士比亚那么厉害 有些人先一步了解了沙士比亚的时候 向中国的民国的时候 很多人已经抄了剧本变成 等于这场片也是很多抄了 你会发觉桥段一样 日本片也是有很多人抄抄了 因为最著名的是马克伯 马克伯就是两个兄弟 爭了做国王 马克伯本身是国王 然后有弟弟想谋害他 大家就变成瘋 以前有一种心理学的研究上 吐了进去 我也有心理病 心理障碍 于是常常疑神疑鬼 究竟是不是那个弟弟想暗散 我想谋朝散位 这些都是电影的剧情 因为同样有血缘关系 究竟会不会写得杀死哥哥哥 拿去他的皇位 总是很吸引人 那时候是四百年前 我记得沙士比亚 四百年前已经写到这些剧本 不是说到现在才写 所以这些大师是大师 我们作为一个抄杂的专家 当然找个大师去抄 他那时候写的也不怕 不怕皇帝会说 是不是暗示什么 你是不是有些造反之嫌 牛朝三位 你是不是想搞事 也没有 他写很多历史剧 有什么亨利三世 亨利八世 写了皇室剧的剧目 然后在这个 都保住了命仔 保住了命仔 在沙士比亚 在伦敦上演 很多人一起去看他 那些皇族也是去看他的 可能我想他那个 他那个皇帝 或者当时的皇朝 是喜欢一些艺术的东西 他喜欢就能保住了命 如果他不喜欢 他说你造反 你这样便可以了 那个朝代是很流行看这些武台记 很艺术 他又不是叫艺术 他也很市井 有些很市井 都是很容易理解 真的很艺术 还有很多粗口 都表达了出来 明白 但当然大家觉得 他写的东西当然是够深度 什么 还下夜之梦 又说到 咸片 下水向西南 这个后来有改编 应该有改编 这个还未来之梦 这是鬼佬咸片 以前看早上的 欧珠丽叶我相信也有改编版 就是这个罗密欧珠丽叶 更加另一个很出名 当然 很多年 四百年前一路下来 已经很多电影都改编 但我经常觉得 我当然不认识 Shakespeare 但你这个罗密欧珠丽叶 他那时候最后是打算扮死 跟他私奔 不是扮死 一起殉情 殉情多 一起死 打算两个一起死 但是 咦 这样吗 是 烟枝扣里面 妹姐和哥哥 一起死 但我听那个版本是 他扮死 你看了下版 但我不懂你 德国 你扮死是因为有个人告诉你 有个毒药 可以帮你解释他 谁知道那个人后来不到 我那个版本是 他 不知那个男生 或者那个女生 不记得就扮死 但他其实还未死 他想和他私奔 后来那个第二个 就以为他死了 他自杀 然后第二个 他又好像没有死 又起床 只剩下他一个 復毒 类似那些 这样的桥段 有不同版本 还在那边刁转 后来一个死了 一个没有死 原著就是这样 对了 一个死了一个没有死 结果大家 但我经常想他们 可不可以夹好些 我们一起 假扮死 假扮死吃这个 待会我会救你 等我死的时候 你又救我 不可以先耐好些吗 都要弄到 哎呀 老婆 女朋友 你这样死了 哎呀 我都想死了 哎呀 我现在自杀了 他又醒了 你怎么死了 我没跟你说 我不会死的 我会回来 哎呀 哎呀 德国他说 一个有死 一个没有死 跟燕尸扣 也是一样 妹姐还在生 復毒 死不去 哥哥 不是 妹姐就离去 哥哥 復毒 就没有死 所以这些究竟是否有啟發 不是抄襲 有啟發之嫌 总之三十四百年前 你现在有些燕尸扣 究竟是否一百年前 还是几十年前 这些大家不知道 究竟是否大家同样的思考力 这个大家真的不知道 总之罗密欧与朱利益 他说当时封建的环境 两大家族 两大家族 细成水火 谁不知罗密欧 就喜欢朱利益 于是 朱利益 站在一个阳台 他们可能是很流行的 然后 哎呀 罗密欧啊 罗密欧 你为什么叫做罗密欧 关你差事 给我妈妈改的 你问我爸 因为他为什么要是那个族 仇人的家族 为什么你出生在罗密欧的家族 对 罗密欧听到 然后游绳上去上面 然后在阳台 就搞事 有没有搞事 不知道 一定有搞事 不信没有搞事 说明是阳台 当然是阳台 只能拿阳具出来 素心情 然后大家就发展故事 所以大家如果看1965年的剧照 当时有两个十五十六岁 因为他们削男少女 鬼佬是十五十六岁 已经发育好 很早熟 很早熟 你见过很多 我又不敢说见很多 我又听闻一下 听闻 没有见过吗 没有见识过吗 豆爷说没有见过 吃过而已 十五十五 不 犯法家户 不要啊 不要啊 吃过都说没有吃过 真的没有吃过 大家意想到 可以上网搜索情记 当时那位朱勒业 坦空露臂在阳台里 就是捱着 然后不停看着罗密欧 你说有没有搞事 罗密欧拔劍 通常拔劍的时候 跟你拼命 什么私了 拿把劍 拿哪把劍呢 你自己去 但文学作品通常不会那么直接 他的劍未必是劍 但他的劍是跟他的阿哥打的 跟智来月的阿哥 就可能是会跟他的阿哥打的 会发脚的 став wars 也是他的文学的隽喻 有一些人说 什么大战owe 某些時候又抄襲這些 誰叫人家先嗎 那是來經典 兩大家族 為何無緣無故男女之間 一定要兩大家族裏面 世不水貨之後 你又喜歡一個男人 又喜歡一個女人 世上那麼多女生 那麼多男生 為何你不去找其他家族 兩個家族都有 他們都有些女配角 男配角 都是在下面 都是很美女 都是很英俊 但是都要那兩個 牽馬在一起 琳瑰和朱樂妖 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沒有看到 我看那些可能是潔淨版 那些沒有搞事 他說有15、16歲 那個男女主角 琳瑰和朱樂妖 被導演碎他 脫掉衣服 那一場戲 那他有拍到的 有拍到的 他一開始就說明 不會脫衣服 但是我看沙士比亞 他真的沒有說這一幕 改版 二次創作 那是不是有些裸露鏡頭 如何吸引人家的收視 那是說明沒有的 他們當時是15、16歲 女演員 後來他就說 然後 不知道因為導演 如果沒有這一幕 一定會浪費整部電影 等於鐵達利 如果沒有那個女主角 被男主角 畫裸替那一幕 躺在那裡 躺在那裡 我只記得這一幕 如果不裸替那一幕 如果不裸替那一幕 我一整部電影都沒有看 只看這一幕 只有這一幕 其他一幕 其他一幕都沒有 游泳那些沒有用 潛落水那些也沒有用 只有這套 就是經典 每一套電影都有一套經典 於是游泳 於是兩個就真的赤裸 現在就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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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麼久 可以嗎 65年可以 外國什麼都可以 即是沒有時限 你那些me too 40年前都可以召喚你 沒有時限 因為有些刑事 即是國家計 他過了一個年紀 他就是刑事 只是民事 然後說你沒有遵照合約 離定等等 然後 當然這些就一定是外國 我們香港不懂 對法律我們也不懂 外國就經常聽聞 或者在一些新聞裡說 他有一個律師 我幫你打 沒錯 我不收你錢 因為很重要 如果打得贏的話 39億 達上39億 一個百分也不行 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 於是在外國就很流行這些官司 又說出來 因為那個65年 65年距離現在多少年 距離現在整 55年 55年 那些 當時15歲 70歲 男女主角 70歲和71歲 現在 我相信 背後 某些人 叫他 告 那就告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